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 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月28日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香港会培育更多创新企业 利用香港基础科研的优势 将科研成果商业化 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他城市强项互补 形成完整的生产生态圈 我可以经过香港成功建立一个科技创新中心 利用整个台湾区城市互补 完成我们很完整的一个生态圈 因为香港我们的优势在基础科研 我们有五个白墙大学 我们70%的科研被评为优秀 把这些研发成果变成一些产品商业化 我觉得这个就是香港在巩固 我们的中油方面的优势之后 大湾区城市在这个生产方面 市场方面也有它的优势了 所以在这个优势互补下 我觉得我们就是强强大家联手 李家超表示 香港是国际化大都市 吸引全球人才 近期香港推出的优化人才入境措施 获得很多关注及积极反响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特区政府已经收到了几千份申请 因为最近我们推出这个高端人才通行证 这个计划就是白墙大学 全球的白墙大学 毕业的都可以来 我们没有什么要求 那么在这个措施上 我们就单单一个月也收到几千个申请 那么都是符合 大部分符合我们的要求 所以这个吸引力是很强的 那么人才进入香港 除了服务香港以外 也可以引进到大湾区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香港的优势 谈及此前的中东之行 李家超表示 中东地区的企业非常重视 香港背靠祖国 连通世界的优势和机遇 包括十四五规划 及月高大湾区发展等 随着香港全面复偿 社会经济活动迅速恢复 他们也很期待与香港 进行更多商贸合作与洽谈 他们已经觉得亚洲 亚洲是发展引擎 我们中国更加是引擎众人 最大的动力 他们也明白着 英国连续上 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这个优势 他们觉得这个是这个渠道 对他们是最有利的 所以在我在中东访问的时候 很多投资基金 其实已经很多计划 去在香港考虑投资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